對 是你自身的合成量比較高 那你合成量比較高怎麼辦 用掉啊 把它用掉啊 就是運動 對 你就要運動 還有另外一個 食物裡面的纖維質 你要吃大量的纖維質 來代謝這些蛋黃酸 這是TIP的方法 再來下一道題 好 那要來問看看馬鈴薯囉 馬鈴薯該怎麼吃才正確呢 一是去皮 二是連皮吃 請舉牌 預備 一 二 一 好 秀蘭瑪雅 只有你二 因為 地瓜可以連皮吃 所以我想馬鈴薯 應該也可以連皮吃啊 你有連皮吃過嗎 有不小心吃到過 不小心啊 什麼情況你會不小心吃到皮呢 啊 上餐館烤馬鈴薯 對啊 你覺得馬鈴薯該怎麼吃才正確呢 答案是連皮一起吃 你猜對了嗎 讓我們來聽聽專家怎麼說 我很鼓勵喔 大家吃地底下的食物 鼓勵啊 我滿鼓勵的 理由是 地底下的食物事實上 它含比較豐富的 框物質跟微量元素 不管是在防癌上面 或是促進小孩子的成長方面 它的確會比那個 長在上面的夜菜類要高 所以像大蒜也算啦 是啊 馬鈴薯 地瓜 蘿蔔 蘿蔔 這些我都很鼓勵 那問題是這些微量元素 跟這些所謂的質化素存在哪裡 皮跟肉的連結 對 那一層是最豐富的 所以你如果 清洗就順便消一消 再水沖一沖 那我要你吃的東西就不在了 所以那個最營養的成分 應該是要連皮吃 所以那個最營養的成分 是可以幫助我們這樣成長得好 成長 對小孩子來講成長得好 那對中老年來講 我們說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 妨礙性 事實上都是要連皮 所以小孩子要登大廊 就不用特別補什麼 只要這個 本來就是你營養均衡 小孩就可以長得很好了啊 是不是 登大廊 吃皮 對 這個我必須要補充一下 這個不跳出來就不行 吳教授 來 瘦一下 馬鈴薯 是會有一些令人擔心的 毒性物質在裡面 這其實早在有聖經的時代 大家都會知道這個吃 馬鈴薯 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時候食物不夠 需要很多馬鈴薯 現在有新種的馬鈴薯 大部分很多都是新種 新種的馬鈴薯 為了讓它抵抗這個病蟲害 所以裡面呢 裡面常常呢 因為這種新種 它會特別是在皮的這個部分 會產生一種 我們叫做 這種這種生物鹼 是很毒的生物鹼 我們叫配糖生物鹼 配糖生物鹼 比如說是茄鹼或者是卡茄鹼 這個毒性呢 相當於我們 最有名的所謂農藥 這麼毒啊 對 那特別是如果那個皮 不是顏色 還是 那個部分 這一類的這個生物鹼的量 會特別大 會特別大 所以呢 在吃馬鈴薯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特別要注意的 但是你如果把皮都去掉 這個部分幾乎都會去掉大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馬鈴薯 你買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馬上把它吃完 放在有潮濕的地方 這個馬鈴薯的皮 特別容易長一群 巴芽 對 長一些這些黴菌呢 這些黴菌的這個毒素 是非常毒的 所以除非你很肯定那個馬鈴薯 那個馬鈴薯是 比如說是很乾燥的 而且是很新鮮的 要不然你可能要注意 這兩方面的事 那我不吃馬鈴薯 我假設是地瓜或是蘿蔔 那我不削皮 對啊 那種皮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不會 就是馬鈴薯 就是馬鈴薯 那知道了對不對 這個不曉得 吳教授 這個特別討厭馬鈴薯 還是說的是對的 沒有 我同樣是 來 沒有 一般來講 我老實說啦 在我自己的立場 事實上 吃山藥 因為事實上我們從 營養素來看的話 馬鈴薯它是一種 升糖指數比較高的食物 因為它好像只會發胖 對不對 真的嗎 感覺上 的確是啊 是啊 不是有人說馬鈴薯 也算是一種完全食物 可是它澱粉類的也很多嗎 它會胖啊 它會發胖 它是糖 糖是澱粉類 含糖高的 對 然後它的升糖指數是很高的 也就是說你吃完之後 它會瞬間就是 血糖會跑得比較快 然後問題你跑得很快 下來的也很快啊 所以你大概一下下之後 你就會容易就飢餓了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站在學營養的立場來看 我會寧可介紹吃地瓜 吃山藥 這個很能同意 對 認同的 吳教授 認同的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吃韓籍 那韓籍裡面纖維素多之外 很多的這個維生素也在 還有很重要的喔 我們叫做這個 強力抗氧化的 在裡面也有 所以它本身來講是對 可以說有人講它 它是 地表上最營養的食物 可是我如果地瓜只是這樣 把它洗一洗 刷一刷不去皮 這樣就夠乾淨了嗎 對啊 就可以了啦 對 刷乾淨就可以了 其實地瓜是我們這邊盛產的 大馬鈴薯不是我們這裡盛產的東西 其實我 譬如說我在國外意大利 很多都進口的喔 對 豬的時候 他們是直接就是 挖他們家後面的馬鈴薯 那種帶皮紅色的 那種是可以直接連皮吃的 而且他們沒有噴什麼農藥啊 或者說抑制它發芽的東西 但因為它必須要 漂洋過海過來之後 你不知道中間到底噴了哪些東西 抑制它發芽 所以你直接連皮吃 是會有一些危險性的 經過專家們不同角度的解答 大家對根莖類食物 有了更近你們的認識了嗎 不過在選擇上 盡量以國產馬鈴薯為主 比較沒有漂洋過海的保存問題 而在清醒上則是建議用牙刷 或是菜瓜布刷洗乾淨 抓住這兩個重點 馬鈴薯帶筆吃 更健康 下一題我們來看看 一般都不鼓勵吃醃製品 下鍊哪一種醃製品 還有大量的藝菌好處多多呢 一是德國酸菜 二是傳統的酸菜 都是酸菜 請舉牌 212 來 秀蘭馬鈴 拍啦 猜 好 來 牙嗎 傳統的酸菜就是我們自己泡的 自己醃製應該比較安全 在地的是不是 對啊 在地 妳這個是順著剛剛營養師的話 去猜這一題 會不會被錯誤引導呢 對不對 維琳 我就是愛台灣 一般都不鼓勵吃醃製品 但下鍊哪一種醃製品 還有大量藝菌好處多多呢 一 德國酸菜 二 傳統酸菜 答案是德國酸菜 你猜對了嗎 讓我們來聽聽專家們怎麼說 德國的這個酸菜 是好的嗎 真的嗎 最近在國外有好幾篇重要的報導 特別講到這個德國酸菜 除了對健康好之外 然後對美容也好 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對我們這個 頭髮以及指甲 這個成長還有皮膚都很有幫助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好的 蠻特殊的這種感菌 我們叫乳酸的 特殊的乳酸感菌 它是製作過程不一樣 所以它裡面就會產生 那產生的結果呢 它會很容易幫助 我們整個消化系統 然後讓這個消化系統 非常頻繁的去做消化 我們人吃東西最擔心就是說 我這一陣子消化不好 下一陣子消化OK 有這樣斷斷續續的說 你的皮膚會長得不好 你的指甲也會長得不好 你的頭髮也會長得不好 那這種東西呢 會讓你就是說 你的消化系統呢 這些菌在你的這個消化道裡面 長期比較長期來講 都讓你很平緩的去做消化 所以對你的皮膚 對你的頭髮 也對你的指甲的這個生長 這就是我們外表 就會呈現比較好的一種 我要給教授五股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是有合我們中醫的原理的 我們之前常常講過說 其實皮組四肢 而且你腸胃不好 你皮膚就會好 對不對 而且基本上土是生金的 那金是代表什麼 是肺 那肺又組皮毛 所以你把你整個腸胃系統 過好之後 什麼地方就會變好了 除了腸胃之外皮膚 對 你的四肢的皮膚 你的爪甲就會很漂亮 對 邏輯是通的你知道 但是傳統的酸菜 它也是利用醃漬讓它發酵 它也有好的菌不是嗎 來療療師 它的菌種從哪裡來 它就沒有做平管控制啊 所以你傳統的 傳統酸菜裡面是什麼菌 你不知道 壓力大容易胃痛 腳上也有瀉到可以治 你針對它的症狀 抑制胃霜分泌之後呢 注重你的飲食 重點是情緒 然後你情緒壓力大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胃痛 那壓力大的時候 你就按某一個瀉到叫 泰塵穴 按下去 會微微 泰塞 為什麼不重的 就是你會痛到你壓力大喔 平常你覺得譬如說 當你胃不舒服的時候 你一樣除了按 你說的手的核骨 還可以按泰塑 喔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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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